那我們今天的本土病例是30,314人 還是有相比 只是說 他的下降的幅度沒有前幾週降幅那麼 那麼大 那再來境外遺留的個案是163例 死亡個案是 131例 那今天有新增了311例的本土 中重症以上的個案 及131例的死亡個案 屬於輕症跟無症狀的占99.56% 那另外有一例兒童的重症個案是一個 Miss C的小朋友 7歲的女童 這位小朋友有接種 在6月1號接種過一劑的 BNT的疫苗 他比較特別是他先前並沒有確診過 新冠病毒感染 那不過在5月23號的時候呢 他的同住家人有人曾經快篩陽性過 當時也有 幫這個女童進行篩檢 快篩是陰性 那他在6月29號的時候開始出現 有發燒 全身 紅疹 嘔吐腹瀉 還有活力下降 胃口下降等等這些症狀 7月3號的時候 有家人帶到醫院的急診檢查 發現有睫膜炎 草莓蛇 頸部淋巴結腫 抽血 發現有發炎指數和肝指數升高 所以醫師這邊換醫師Miss C 那有住院 那住院的時候 因為他先前沒有COVID-19 確診的紀錄 所以有幫他再做了一次COVID-19 的PCR以及抗體的檢測 那PCR檢測仍然是陰性 但是在檢測N抗體的時候呢 抗體檢驗為 陽性 顯示說應該是近期有曾經感染過 新冠病毒感染 那所以仍然是下診斷為Miss C 住院使用免疫球蛋白跟類固醇等 藥物治療 目前的病況是穩定 仍然在這個一般的病房當中治療 到目前7月7號到昨天為止 是累積 396.5萬例的本土病例 那其中有6606名死亡 所以整體的這個 全年齡層的這個致死率目前仍然是 0.17% 另外就是針對第二次追加劑的部分 65歲以上長者 強照機構的住民 另外有一個是18歲以上 18歲以上就是免疫不全 及免疫力低下且病情穩定者 醫事人員 還有機場港部 居家檢疫相關工作人員及航空機組員 船員還有這個 機構跟這個社福照護系統的相關工作人員 其實大家可以注意到我們最近的 境外移入的個案其實都有持續在上升 那這其實是在還沒有 就是在7月14號 開放之前 就目前其實就有這個現象 所以主要是因為國外的這個疫情目前的確 也在上升當中 那 所以要排除掉說到底是因為這個我們開放 然後或是說跟國際疫情上升 這當然需要一些區別 那另外一個是說整個這個國民 就是我們當然是用這個衛教的方式來 跟就是在國外出國的民眾來做一個說明 但如果說 因為我們後續這個 進來之後 那知道說你先前前已經有 有這個感染的話 事實上還是希望說大家能夠在 國外待滿確診之後待滿7天之後 再買機票上來 回來